7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在香港正式接派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香港国安委主席林郑月娥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香港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陆惠宁 中央政府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彦雄出席了接派仪式 早上7时左右,在三名工作人员的操作下,五星红旗在驻港国安公署门口冉冉升起 林郑月娥在申请一事后致辞,她表示,接派仪式是历史性时刻 见证了香港在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过程中的另一个里程碑 今天我们见证接派的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将成为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重要伙伴 根据国安法,公署会分析研判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形势 就维护国家安全重大的战略和重要的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监督、指导、卸调、支持香港特区旅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收集分析国家安全的情报的信息 并按国安法在特定的情形下依法办理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 林郑月娥表示,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而为国家安全立法是中央政府的实权 香港国安委会尽快与公署建立协调机制 通力合作,各司其职,竭尽所能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 让一国两制新闻支援 陆河宁表示,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 开启了由乱到制的重大转折 设立国安公署是中央政府履行国安的根本重大举措 中央有权利也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旨在为香港维护国安守住底线 住港国安公署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在香港定会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依法接受监督 不会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他是香港安全的使者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郑燕雄则表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是中央为维护 香港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而作出的重要决定 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实施 是中央为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维护香港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 作出的重要决定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维护国家的安全机构 我们将坚决依照法律规定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行使相关权力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香港民建林主席李慧琼 香港法律界人士梁爱施 唐慧珠等人也参与了接派仪式 立法会主席梁 real澄 九月 台湾 伊哈 德文 zeker